大家好,我是瑞姐 这里是北京西单北侧的小匠房胡同 由于地处西单和西四两处闹市之间 早在明代,这里有不少匠菜作坊 当时称为匠房胡同 到了清代,这一代分成为南中北匠房胡同 后来中北两段合并,改称为小匠房胡同 小匠房胡同27号远,往西这片区域 原来是镇国公,屯齐的府邸 1924年,屯齐的后人变卖房产 迁往白塔寺西郎下 1958年,傅作义将军一家从史家胡同搬到这里 一直住到上世纪70年代 我们先听老街坊介绍一下 从这边到北边呢,都是傅作义家的 不是,叫他这个院,跟这个门 那是原来他的兵娘,叫这个 前面那个门吧,电动车呢 对对对,他的兵娘里边现在就那个老房子还有 都住人的 现在这里边也是老房子是吧 这是他,原来就是他的房子 他住了多少年在这里 那倒不知道,反正解放的时候他就在这 您听老年人说过傅作义在这住过 原来他就在这住 以前他在这胡同里也走来走去吗 没有,没见过他 那也出门坐车也不出来走是吧 正在和老街坊聊天时 突然发现有人来开门 看看能不能进去看看 不能啊 看一眼行吧 不是啊 这这小门进去 现在谁住呢 就我一个 就您一个啊 现在这座大院子 只有一个看院的居住 以前民工在那儿说 民工刚住有半年吧 嗯 也就半年 修理,干活的 没见住就住下这院了 说到现在 也就是那小闺女跟那儿还活着呢 是啊 小闺女现在都得八十了吧 八十只能出去 得得得 反正他们家后就搬在那铁石团 就是北天明镜那儿 四毫院 搬那儿去了 现在里边还有什么 现在没了坑了 就剩房子 假裁就在这门口这儿拆了 哦,拆了 拆了 全是老房是吧 他这个北旁那是老房的 红砖那房可能是后盖的 后盖的 那边那个院也是他家的 那是他的兵营啊 兵营 兵营 哦 那院你可以进去 据说后院里还有一些老建筑 现在我们就过去看一看 傅作义是一位著名的抗日名将 曾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目前这座老宅已经被分割成几个院子 曾经住过几位重要人物 资料显示 傅作义将军在北京一共有三处四宅 分别是现在的史家胡同 47号院 位于海淀镇的花园别墅 还有一处就是我们今天探访的 小匠房胡同的四宅 1958年 他们全家从史家胡同 签到小匠房胡同 之后史家胡同的那一处四宅 就交给了国家 到60年代中期 位于海淀镇的花园四宅 也上交 归宫分配 并将自己在西单小匠房胡同的住房产权 也交给了国家 自己只留了一小部分居住 而且还按期缴纳房租 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当年的二道门 一堆报骨石应该分裂门的两侧 后来加盖的自建房已经把报骨石挤到了同一侧 现在我们走进了这座院子 保留下来的老建筑已经不多 而且在一些老建筑前 也加盖了一些自建房 挡住了老建筑的原貌 目前这里是居住了几十户人家的大杂院 我们再进去看一看 能不能找到当年的老建筑 傅作义将军不单上交了三处房产 而且在1966年 他还将自己的部分存款 以及家里的旧书籍 旧字画 旧餐具和花盆 还有分配给他的沙发地毯等 一并交给国家 曾经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说 傅作义将军真正做到了公私分明 清白一生 这是当年留存下来的一处小院 只有北方还能看出来一点老建筑的模样 一棵老树被红砖圈进了院中院 东西厢房也被完全挡住 从杂乱无章的院子里走出来 虽然有些失望 但是感觉舒了一口气 现在我们从北往南走 围着这处宅院绕到南门去看看 傅作义将军不但自己公私分明 而且对家人的要求也很严格 资料显示 1934年春天 他的亲哥哥在山西原籍经商 亏损很大 连年不振 于是就去找他寻求援助 他听了之后对哥哥说 我个人没有那么大能量 其他的我绝对不能动 哥哥吃了闭门羹 空手而归 此外他对子女的管束也很严格 穿衣饮食都以一般水平为准 不得特殊 平时也不允许他们外出游玩 还不准别人以少爷小姐来称呼他们 所以他的子女在他的严格要求下都是艰苦朴素 勤奋学习 在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这就是傅作义故居的正门 他后来居住的几间平房就在这座院子里 这是一座王府级别的大门 面阔三间 两侧还有八字墙 1974年他去世以后 他的家人就从这里迁出 傅作义将军在这里度过了他最后的16年 目前这里是一家幼儿园 大门虽然经过多次整修 却依然能看出当年斑驳的光影 有人说 北京的每一条胡同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是的 一条条幽深僻静的小胡同 收藏的过往的烟雨朦胧 它是流淌着灿烂文化的历史脉络 是青砖辉瓦编撰的百科全书 一条胡同一部历史 一条胡同一段讲不完的故事 纵然踏遍京城走遍胡同 谁又敢说读懂了北京 谢谢您的观看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